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们回到产业界的消息 我们经常说世道返偿必有妖 返不返偿呢我们来看镍 镍竟然镍价的期货 一天涨90%这不返偿吗 难道一天前的供需跟一天后的供需 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即便出现供需缺口 也不可能一天差距那么大 所以一天涨90%必有妖 所以被称为妖孽 妖孽涨破十万美金 今天又狂飙了111% 一天大户惨糟糕 甚至于在伦敦其妖 在今天还被暂停交易 我们刚刚说世道返偿必有妖 所以这个妖很妖 这个恶物战争引发了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 成立145年来最惨烈的夹空 主角就是妖孽 有多妖 刚才阿冠讲到昨天 最多的时候涨90% 今天最多的时候涨110% 今天一顿来到了10万美金 我们解密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夹空 中国温州有一家的叫做青山集团 它是世界的500强 很大间 它主要是做不锈钢 不锈钢的上面的原料就是这个镍 所以它必须要采购镍 那采购镍了以后 它又怕镍价上涨 所以它怎么样 做避险的空单 但没想到怎么放空 现货做多 期货放空 对 但是没想到它怎么传出了 它居然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镍的空单的部位高达20万吨 这么多 然后呢 那它是应该被迫回补了吧 一直长得怎么办呢 现在还没有回补 为什么 因为那个俄国 俄国不是生产镍吗 但是俄国被制裁啊 所以俄国的镍印不出来啊 所以市场就缺镍啊 那金山它有印你的镍 但是印你的镍那个规格 不符合那个LME的规定 你不能实物交割啦 你如果放康 最后不行啊 我拿实体的镍也可以交割嘛 但是你的规格不合 现在就传出了 这个总部设在瑞士的佳能可 佳能可何许人也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商 就把青山集团给加工 那因为伦敦基础交易所 没有掌停板的限制 这一脚踩下去 现在无理都 所以又加 那当然 市场的传言满天灰 大家真的吗 有真的吗 有一家请看一下 中国锂电池的主要供应商 叫做华友菇业 手上很多菇跟镍嘛 来做电池的 今天开盘之后 这是非常好的公司 立刻在A股打入了跌停 那大家想说 因为华友菇业 就是跟青山集团 在镍的部分 是合作的伙伴 这样就能撤掉了 所以大家想这个传闻 很可能是真的 那如果他20万口空单都还没有补 那那家还要再障碍 对 我们假设他放空 因为战争一开打的时候 一顿再两万多 我们就假设青山集团 是放空再三万 三万现在 现在暂停交易都还有八万 你一顿就要损失 五万 五万二十顿的话就一百亿 蔡总这像不像2020年 当时油价出现负油价 当时的负油价跟供需无关 当时的负油价也是因为 在期货交易出了状况 所以出现负油价 现在的涅价也因为 在期货本来出现了空单暴增 所以你要玩期货 玩金融游戏 你玩不过欧美的老司机 我们就讲2020年4月那一次 这个4月20号那一天 居然西德州原有的结算出现 买那是40美元 那有可能 负的 油价怎么可能是负的 后来传出来 是中国银行旗下的石油期货 来不及去转仓 结果用负油价结算 他的投资人是怎么样 赔光本金还要倒贴给银行 这是我的本金已经赔光 我还要倒贴 负的 那为什么 因为芝加哥的商店交易所 更改了个规定 允许互交易 你玩不过欧美 所以一样 青山集团你玩不过佳能壳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个真相 就是说老实讲 现在就是捏工序太紧 但是除去金融交易 其实在市场的工序也是 对啊 现在确实对捏而言 这个捏的库存 一路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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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了7万吨 你好敢死 库存只有7万吨 你换空20万吨 那你就准备备嘎吧 这个也是头发败 然后你也不做功课 像俄国的洛尼尔斯克涅公司 它全球的涅占了差不多8.5% 第一大 第二大就是巴西的淡水河谷 所以我们看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全倒 淡水河谷的股价 偏偏昨天就是涨 因为它生产涅 现在的话 当然就是库存太低的时候 这种涅价就会上涨 然后终端需求用在什么 用在新能源电动车 用在补锈缸 补锈缸建筑什么都要用 所以未来平价电动车 应该会走入力室 至少短期内会走入力室 但是我们将一个妖孽 妖孽 大妖 大妖出现了以后 小妖 小妖就来了 一大堆 你看 这个是在伦敦金属交易所 这个是中国的交易所 你看 一个孽上去了以后 什么铜 鑫 锡 都被带动了 都被带动 中国的不锈钢这个被带动 我们再讲几个例子 再一个看美国的钢架 这个是纽约的热压的钢卷 去年大概8月 美公顿1900多美金 这是粒子高点 今年2月腰斩跌到900多 最近你有没有看 俄乌战争之后 缓弹到将近1200块美金 这缓弹的幅度超过了两成 所以美国钢铁 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 本来跌分头了 跌到差不多18块美金 现在涨到31块美金 几乎要回来去年的最高价 所以蔡总妖孽当道 我们该不该买钢铁股 我觉得钢铁股 我们回来看 今天都是开高走低 为什么 你看张员长这样 他反应涅 但是市场马上修正 你一天涨90% 一天涨100% 是不是太夸张了 你马上就要用到高成本的原料 这也不是好事情 所以他大涨了上去 反应他的低价库存的利益 但是想一想不对 马上就是要用一顿 所以我们到底要买钢铁 还是不买钢铁 我觉得今天钢铁还好理性 今天钢铁假如说这样维持这个高涨 我刚好真的会崩盘 表错情 但是今天钢铁开高了以后 你看中红这些都开高了以后 尾盘都压下来 因为今天的盘面一个重点 就这一波最强的航运钢铁 今天都补跌 补跌就是那盘要缓弹的 的前兆 所以还好他压低 然后回头看基本面 回来看什么 营收 这里有两家公司 一个是1605的华新 我们直接看K线 因为到目前中纲中红都没有发布 二月营收 但是华新虽然今天这根黑棒 看起来很丑 很难看 但是他二月份的营收 夜减只有3% 然后一到二月一起算的话 年增50% 所以景气好不好 好 又高之立立 再过来 2027的大成钢 看起来这个现行都不好 但是股票不是这样看 股票假如都看现行 可以赚钱的话 那每个人都赚钱 还是要看那个基本面 他二月的营收 只有夜减不到1% 一二月加起来 年成长的40% 所以真的有减少 所以再往下的话 那个低档的自身就出现了 好 所以钢铁能不能做多呢 各位怎么看 钢铁 认同会做多的经典券 一条两块是个资料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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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